众海道面面相聚,一时间确实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照唐三的话去做,老海道道,我们会按照你说的做,但也请你遵守诺言,不要伤害我们团长。 唐三淡然道,至少目前我还没有杀他的理由,希望你们不要给我这个理由,蓝银黄青洞,一根根巧妙的钻入盘膝坐在地下的众人身上,在唐三精妙的控制下带着众人回到了紫珍珠的房间之中,此时这相当宽大的房间内虽然破了一面墙壁,但里面的地方还是足够这些人休息的。 唐三又在紫珍珠身上补点了几下穴道,这才将他放在角落中,搂着小五轻轻抚摸着他那柔顺的长发,安慰着他惊慌的心,暗暗地长出口气,这次危机总算是过去的大半。 吉祥从始至终都一直在唐三身边静静地看着,眼看唐三凭借一己之力,竟然震慑住了整个紫珍珠海道。 在他心中,这位老师的能力已经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吉祥 听唐三叫到自己,吉祥赶忙走到唐三身边,恭敬地道。 老师 唐三眼中流露出温和之色,此时的他优雅重现,哪还有刚才震慑群道的威冷? 希望你理解我的做法。 这里是紫珍珠海道团的地方,刚才那种情况,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知道,你对这里很有感情,我答应你,除非必要,我不会轻易伤人。 听了唐三这句话,吉祥明显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用力地点了点头。 老师 谢谢您 其实,紫珍珠团长虽然嘴坏了一点,可人是极好的。 他经常带着大家驾驶紫珍珠号,周济贫穷的渔村。 您说的那个海德尔,我知道,他凭借着自己当初带来了不少浑狮加入海盗团,在团里的地位不低,一向很嚣张,这次冒犯到您的头上,也算是他倒霉吧。 唐三微微一笑道,只要你理解我就好,至于这位紫珍珠团长,就让他先安静几天吧,我可不想听他骂人。 吉祥看向角落处一脸愤怒却又无法发泄的紫珍珠。 忍不住流露出一丝笑意。 紫珍珠团长恐怕还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他的脾气可是海盗团里每个人都品尝过的,没想到,却被师父给治了。 您不让他说话的方法,是不是您说的那风学手法的一种? 唐三点了点头道,不错,人体上有许多学位,有大学、银学、马学、死学。 剪装不同的学位,用的力道不一样,就会产生出特殊的效果。 回头我绘制一张学位图给你,你要先牢记住这些学位。 虽然现在你的内力因为没有昏环而无法提升,但你还是要坚持修炼。 熟悉环天宫的运行方式。 是,时间不长,唐三要的食物已经送来了。 虽然知道对方不敢耍花样,但唐三还是用银针试验了食物中是否有毒后,才给大家吃了。 吉祥在这时候就担负起了重要的任务。 他主动要求帮助唐三给史莱克奇怪众人喂饭,唐三扶着他来喂,让每个人都喝了一碗西粥。 就像当初唐三刚被他救回来时一样,现在众人还不适宜吃太多东西。 大家都吃完后,唐三自己也吃了一点。 小五在房间内唯一的一张床上睡了,唐三走到紫珍珠面前。 想不想吃点东西? 我可以暂时先放开你,但请你嘴下留得。 我叫唐三,你可以称呼我的名字,如果你同意的话,就眨一下眼睛。 听了唐三的话,紫珍珠果然眨了一下眼睛。 唐三没有去碰触紫珍珠的身体,对方毕竟是女人。 蓝银黄点出,解开了紫珍珠的麻穴和雅穴。 穴位解开,紫珍珠的身体一软,险些摔倒在地,支撑住自己的身体,恨恨地瞪视着唐三。 你会妖术吗? 唐三淡然一笑道,你应该理解,这是一种技能。 紫珍珠冷哼一声,也不再说话,大步走到剩余的食物面前,也不顾其已经凉了,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其吃相之难看,足以和以前的马红俊相比,怎么看他也不像是个女人的样子,看着唐三一阵皱眉。 一会儿的功夫,紫珍珠风卷残云一般,将剩余的食物都吃了,看也不看唐三一眼,自己走到角落中坐了下来,闭上眼睛就睡。 唐三嘴角处流露出一丝微笑,看得出,这位团长实在是郁闷得很,他也没有开口,目光隐隐扫向外围,几名探头探脑的海盗赶忙引去身形,他却仿佛没有看到似的,就坐在大厅中央闭合双目,盘膝修炼。 海风吹拂岛上树木,发出沙沙的声音,不过现在已经要进入冬季了,森林中已经少有树叶,不过海上的温度总要比内陆高尚一些,海洋气候令这里并不算太寒冷。 夜色渐深,唐三在静静地修炼,使莱克六怪都沉沉地睡去,这缺了一面墙壁的房间,显得很安静。 就在这时,靠在角落里的紫珍珠悄悄地睁开了双眼,看着唐三露出一个恶狠狠的眼神,朝着他的方向露出个鬼脸,看了看周围,悄悄地移动着自己的身体。 他移动的距离并不长,只有一米左右,那里是一张桌子,紫珍珠就直接钻到桌子下面,抬手在桌子下方轻轻一按,桌子下的地板顿时翻转过来,他整个人顷刻间消失在桌板之下,整个过程竟然没有发出丝毫声音。 不用盯着了,继续修炼吧。 就在紫珍珠离去后几秒钟的时间,唐三淡淡的声音响起,吉祥睁开双眼,不解地看着唐三。 老师,您是故意放走他吗? 唐三淡然一笑道,否则,你认为他能够离开这里吗? 我不但放他走,而且很快他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实力又恢复了。 半个时辰内,他一定会带着大量的海盗杀回来,你信不信? 吉祥看着唐三眼中尽是疑惑。 唐三微笑道,我只是要告诉他,不论他怎么做,也根本无法对我构成威胁。 我让他走就是这个目的,伙伴们养伤至少还要五天以上的时间,我没功夫整天提防着这些海盗,不如一次让他们服气。 吉祥若有所物,眨了眨眼睛,向唐三问道,老师,您的第六魂环真的是十万年级别的? 唐三眉头微皱,但还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待会儿,老师让你看看本门的另一项绝学,你的五魂是针,非常适合这种绝学。 正像唐三所说的那样,不到半个时辰,外面就已经热闹起来,紫珍珠嚣张的声音在外面响起。 给我团团围住,一只苍蝇都不能放出去,他妈的,这个混蛋,老娘要不让他喝我两盆洗脚水,他就不知道我紫珍珠的厉害。 听着紫珍珠的声音,唐三不禁玩耳一笑,却依旧窥然不动。 吉祥一直坐在旁边静静地观察着唐三。 唐三的沉稳给人一种安心的感觉,仿佛外面发生什么,他都不需要有丝毫担心事呢。 唐三就像一座可以保护他们所有人的坚实堡垒一般。 唐三,你个王八蛋,你给我出来。 妈的,老娘长这么大,还没受过这么大的侮辱。 我倒要看看,你凭什么以一个人的力量对抗我们几千人? 老娘也不为难你,你喝两盆老娘的洗脚水,老娘就放你们走。 当然,那个小姑娘必须要留给我做老婆。 此时,紫珍珠的这间房外面已经密密麻麻的围着都是海盗,火把高涨,令村子里灯火通明, 几乎所有的魂尸都集中到了内圈,一个个小心翼翼地警惕地看着木屋。 白天和唐三交流过的那名老海盗,此时就站在紫珍珠身边,低声向紫珍珠道, 团长,那个人并不好对付,我看还是算了吧,反正他们也只是要在咱们这里休息休息,就离开了。 既然你已经脱险了,他又没做过什么真正伤害咱们紫珍珠海盗团的事,还是不要过多树敌的好? 放屁! 紫珍珠因为愤怒,极为丰满的胸脯,有力地起伏着。 老娘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 我说让他喝两盆洗脚水,就一定要让他喝。 唐三,你个王八蛋,你给我滚出来。 正在这时,优雅的声音从房间中传出。 紫珍珠,你没听过那句话吗? 天作孽,有可树,自作孽,不可活。 紫珍珠愣了一下。 都他妈这个时候了,你还跟老娘转文? 小子,你给我听着,我可以不为难你那些伙伴,但你今天做的事必须要给老娘一个交代。 我们这里有几千人,一人一口吐沫,都能淹死你。 远远的透过破掉的墙壁,他能够看到房间内的刑警。 唐三始终坐在原来的位置上,一点也没有因为他出现在外面而吃惊,甚至还闭着眼睛坐在那里。 虽然紫珍珠自己是绝不会承认的,但唐三这份气度还是令他暗暗有些心折。 海盗们步步紧逼,朝着木乌鸦来,但唐三白天的表现还是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 他们虽然在外不断向前,但却不敢过快,越是实力强的魂师,就越明白白天唐三控制住紫珍珠的表现,那时候的实力有多么强悍。 尤其是他身上那十万年魂环,对这些海盗魂尸的冲击力极大,谁知道他那第六魂迹是怎样恐怖的技能呢? 缓缓站起身,唐三拍了拍吉祥的肩膀,尽可能地去体会我的手法,不用试图看清楚,这项绝技首先要大居观,至于其他的一切都是可以通过后天进行修炼的。 淡淡的光芒闪烁,唐三脸上流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伙伴们都健在并且重新聚拢,此时他的心态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对于外面这些海盗也自然没有什么杀意。 当唐三出现在木屋门口时,所有海盗都自觉地停下了脚步,一个个紧张地注视着唐三。 身为魂尸的海盗们都毫不犹豫地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但他们却依旧有点战战兢兢的意思。 紫珍珠作为团长,立刻就发现了自己这些手下的问题,怒道。 你们这群胆小鬼,我们二百多魂尸,他就一个人,我们每人扔出一个魂迹,也能将这小子碎尸万段了,你们在怕什么? 唐三淡然一笑道,紫珍珠团长,我们来打个赌如何? 紫珍珠愣了一下。 打赌? 小子,你也喜欢赌? 听到赌这个字,紫珍珠双目放光,平日里,赌博可以说是海盗们最大的乐趣所在。 虽然此时双方是敌对关系,但唐三这一个赌字还是充分吸引了他。 唐三也没想到,紫珍珠的反应会是这样,但这对他的计划来说却更好。 白天我将你勤拿,想必你不太服气吧? 紫珍珠怒道。 什么狗屁琴拿,你那是偷袭,要不是偷袭,你能抓得住我? 唐三不理他的愤怒,这么说,如果我们一对一的话,你又把握赢我。 紫珍珠顿时语色,强便道。 我为什么要和你一对一,这里是我的地盘,只要我一声令下,就能将你生死活烈。 唐三道,那我们就来打个赌吧,一炷香的时间,我不用任何武魂技能,你可以让任何伙伴帮助。 就在这段时间之中,我再次将你抓住,并且返回木屋。 如果我做到了,就是我赢。 如果我没能抓到你,就是我输。 紫珍珠愣了一下,转而进入近乎疯狂的暴怒状态。 王八蛋,你在做梦吗?不用魂技你也想抓老娘。 来呀,老娘和你赌了,赌什么? 唐三道,如果我赢了,你就要认我为主,从此听我号令。 如果我输了,任你处置就是。 紫珍珠上下扫视了唐三几眼,能够成为一团之主,他绝不会是个莽撞人。 脾气虽然暴躁,可内心却相当细腻。 但如果让他相信唐三不使用魂技,也能在万军之中将他抓到,他是如何都不会相信的。 好,我就和你赌了,你要输了,我也不如何处置你。 喝两盆老娘的洗脚水,再从老娘胯下钻过,老娘就放过你们这些人。 一边说着,还很没有仪态地,抬起了自己的左腿,指了指胯下。 唐三神色不变,等你赢我再说吧。 一边说着,唐三手腕一翻,已经多了一只香,手指碾动中香已经飞出。 穿过一名海盗手上的火把,那根香划出一道弧线,轻轻地定入了木屋的墙壁上。 这一手顿时震慑了正在大笑的海盗们,让香从火焰中穿过并且点燃,这并不难。 难的是让那香划出弧线,并且以脆弱之躯定入木墙之中,这是何等巧妙的力量才能做到。 木屋内的吉祥看到这一幕顿时眼睛一亮,隐约中已经明白了唐三要教给他的绝学。 香仪点燃,紫珍珠,我要开始了。 唐三并没有急于行动,反而是先提醒了紫珍珠一下,他这次就是要让紫珍珠心服口服。 紫珍珠看着唐三的平静的没有任何情绪的目光,心中暗暗凛然。 武魂释放的同时,身体一滑,已经滑入本方人群之中。 打不过你,难道我躲还躲不了吗? 而且你还不用武魂,如果这样都躲不过被你抓到,那老娘任你为主又怎么样? 抱着这样的念头,紫珍珠与唐三的这场赌约正式开始。 紫珍珠手下的海盗们都相当的机灵,眼看着团长飞速后退,海盗们顿时排成一片人墙。 唐三并没有说过不许他们攻击,这些海盗自然毫不吝啬地发动了自己的魂迹。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个个都将自己的防御魂迹打开,准备抵挡唐三。 他们不攻击是个聪明的选择,因为他们怕激怒唐三,连团长都打不过眼前这个年轻人,更不用说他们这些普遍二三十击的魂尸了。 可惜,唐三根本就没打算凭借身法去抓紫珍珠。 只见他双手在腰间二十四桥明月夜上抹过,一片亮晶晶的光彩已经飘然而出。 在火光的照耀下,那亮晶晶的光芒顿时飘飞而起,带着一道道尖锐的笑声冲入海盗群中,正是唐门暗器手法中的天女散花。 天女散花本是唐门暗器中一个比较普通的手法,但却是施展大量暗器的基础手法。 像唐门的第四一千零一夜,就是要以天女散花为基础的。 唐三在暗器上禁淫这么多年,这天女散花手法自然是熟的不能再熟了。 她甩出的都是针类暗器,每一枚暗器都像是长了眼睛一般飞洒而出。 唐三这一把阴针足足超过了五十枚,几乎只是眨眼的功夫,在她面前的海盗已经如同割麦子一般倒下一片。 倒下的海盗无一例外,全部是浑尸。 眼看着自己的伙伴倒下,前排的海盗们顿时愣住了,他们根本没有看清唐三是如何做到的。 紧接着,唐三的第二把银针已经又甩了出去。 唐门弟子最擅长的就是混乱中作战和群战,尤其是达到了大师级的水准后,只要身上暗器足够,根本就不怕敌人众多。 这些海盗并没有致命的恶意,更不会去威胁目无中的众人,唐三自然也能放得开手脚。 在第二把银针甩住的同时,他自己也已经飘身前行,就那么孤身冲入海盗群中。 银针所致,大量的海盗摔倒在地,这些倒下的浑尸都是不超过四十几的。 四十几以下浑尸唐三的银针足以破其防御技能。 紫珍珠此时已经顿入海盗群中,他还没有发现外面的情况,但也听到了一片片惊呼之声。 正在他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突然一股温暖的感觉传入体内。 同时,看到地面上隐约出现了一层淡淡的蓝光。 紫珍珠岛上也同样有着蓝银草的存在,只不过数量并不是很多而已。 凭借着蓝银领域的指引,别说这里只有几千人,就算有几万人,唐三也同样能够轻松地锁定紫珍珠所在的位置。 鬼影迷宗不展开,海盗们已经开始向唐三发动了攻击,但是唐三却像是长得千条手臂一般,每一次双手抬起,必有海盗倒下,近身的被风雪,远一些的就是暗器招呼。 在这些海盗之中,也有数十名四十几以上的魂师,他们对唐三展开了微追堵截。 可惜的是,在鬼影迷宗不面前,就算是纯敏细的白尘香都没有任何办法,何况他们这些只是在大海之中才能发挥出全部实力的海魂师呢? 以一人之力纵横于数千海盗之中,却无一人能够阻挡唐三前进的脚步。 只见他的白色身影在海盗之中纵横穿梭,大量的海盗不断倒下,暗器渐渐的不只是拘泥于银针。 唐三身上的暗器毕竟是有限的,各种各样的暗器开始出现,这些暗器都没有展现出杀伤力。 他们在唐三的灵巧的食指指引下,钻找海盗身上的穴位。 紫珍珠终于发现这样的情况,他也看到了就在距离自己只有几十米的唐三。 眼看着大量的团圆倒下,他的脑海中已经陷入了一片空白。 他还是人吗? 他清楚地看到唐三遵守诺言,并没有使用任何魂迹,甚至连那拥有蓝银色光芒的武魂都没有释放出来。 可就是这样的他,却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他前进的脚步。 香已经燃烧了一半,可是倒下来的海盗已经足有数百人之多。 唐三平静地,没有一丝情绪的目光,看在海盗们眼中,就像是死神力灵一般。 骤然间,唐三的目光与紫珍珠相对。 紫珍珠看到了他脸上淡淡的微笑,并没有带有任何轻蔑,但却充满了信心,绝对的信心。 在这种气势完全被压制的情况下,紫珍珠的实力连七成都没有发挥出来。 他现在想到的就是跑,尽快地跑到大海去。 他相信,作为陆地魂石的唐三,在大海中绝对无法抓到自己。 此时此刻,紫珍珠不仅有些憎恨,自己为什么将这海盗村安置在岛屿中心的位置呢? 如果是在海滨,说不定自己就已经冲入大海之中了。 唯一令他还算欣慰的是,他看得出唐三并没有下杀手,那些倒下的海盗也只是暂时失去了行动能力而已。 挡住他,给我挡住他。 紫珍珠大喝一声,身上的地似魂环骤然闪亮,整个人突然匍匐在地面上。 全身灰黑色的鳞片变得越发浓密起来,带着淡淡的幻影飞速朝着海滨的方向而去。 唐三心中一领,通过蓝银领域,他清晰地感受到此时紫珍珠前行的速度极快,穿过自己手下的时候,速度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他这魂迹应该是以规避攻击为主的,按照眼前的速度,虽然阻挡自己的海盗微不足道,可是人数毕竟众多。 等到自己追上紫珍珠的时候,要么是时间已过,要么是紫珍珠逃入大海。 正像紫珍珠判断的那样,如果他真的进入大海,唐三也确实拿他没有任何办法。 一声嘹亮的长笑从唐三口中响起,不再隐藏自身实力,一个瞬间转移,唐三已经出现在五十米外,瞬间转移开始使用。 每一次唐三闪现在海盗群中,必然会有一片海盗倒地,距离紫珍珠也已经变得越来越近了。 紫珍珠拼命地逃着,眼看着海滨已然在望,但是他也同时感觉到背后的气息正在急速地接近着。 光影一闪,唐三已经凭空出现在紫珍珠面前,正面带微笑地看着他。 紫珍珠骤然停了下来。 你耍赖。 唐三淡然道,我没有耍外,我只是说过不使用五魂技能,却没说不使用魂骨技能。 你应该看得很清楚,我连五魂都没有释放,不用试图拖延时间,没用的,认输吧。 你去死吧。 紫珍珠身上的灰黑色光芒骤然亮了起来,整个人背后浮现出一个盘旋的巨大虚影,那虚影渐渐凝结成形并且快速分裂。 竟然分裂成九条身长超过十米的大蛇,扑向唐三。 第六魂技,唐三的目光依旧没有任何变化,他能够感觉到,此时的紫珍珠只是色力内忍而已,根本就没有孤注一致的决心。 在他释放出魂技的同时,这位团长大人已经在光影的掩护下,悄然从旁边钻出直奔大海扑去。 他的第六魂技更多的只是为了迷惑唐三,挡住唐三。 当然,这第六魂技的威力还是相当恐怖的。 唐三相信,如果这个魂技是在海面上施展,威力一定比现在要大得多。 九条巨蛇同时朝着唐三的身体撞击而至。 唐三却张开双臂,闭合双眼,宛如享受一般,应接了这头九头巨蛇的撞击。 所有还能动的海盗都清晰地看到了这一幕,只见唐三身上亮起一圈金色的光芒,九条巨蛇骤然撞击在他身上,自身却变得支离破碎,根本没能给唐三带来任何伤害。 而就在这个时候,一道蓝光从唐三眉心处电射而出,眨眼间已经追上了紫珍珠显露的身形,蓝光一闪一定,紫珍珠已经无法再前进一步,正是汉海乾坤罩附带技能,乾坤定神罩。 唐三相信,魂力等级与自己相差无几的紫珍珠是绝对没有突破汉海定神罩能力的。 而此时,紫珍珠距离大海只剩下一步之遥。 寂静 数千名海盗聚集的海岛上一片寂静。 唐三左手一挥,那笼罩着紫珍珠的乾坤定神罩已经凭空收回,奇异的一幕发生了。 那三角形的光照在半空之中收缩,当他来到唐三左手上时,就只剩下三十公分高,拖在唐三掌心之中,而里面的紫珍珠身体也随之缩小,一脸颓然的跌坐在其中。 转过身,唐三一步步朝着海盗村子的方向走去,至少还有两千名能动的海盗默默地让开一条通路,眼睁睁地看着唐三从他们面前走过,却没有一人敢上来阻拦。 唐三脚尖每一次点地,身体都会向前滑行出数十米,飘然若鲜。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他们也只能保持寂静,有些人略为清点了一下惊骇的发现,就在这不到一炷香的时间里,倒在地上失去行动能力的海盗竟然超过了整整五百,其中包括百余名实力相对较低的魂狮。 这是怎样的实力呀? 如果这个男人真的要杀人,谁又能阻止得了他? 或许,一时半刻,他无法将所有人都杀掉,但只要给他充足的时间,这未必是不能做到的。